大家好我是PonBone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是 公會討伐戰第92階 打了2115萬的半自動打法 這邊特別感謝三位大佬 分別是杜吉偉 阿達達 後約清晨 他們有改良了相關的打法 這邊先來看一下相關隊伍的配料 黑巧克力這邊是完全攻擊的配料 冷卻的話這邊要特別說明一下 冷卻這邊7.5%到9%就可以了 至於9%冷卻一般的小玩家怎麼達到呢 你是可以直接塞3個冷卻的配料 基礎的3個冷卻的配料就9%了 一樣也可以達到半自動打法 我這邊是拚全攻擊 然後再來把攻擊力撐高 冷卻的話就是接近9% 這樣子的話也是差不多可以達標 這個是黑巧克力的部分 再來的話是閃電砲斧的部分 閃電砲斧建議的冷卻的話是3.6%到5.1% 基本上我這個3.5%算是在底標的 所以這一點是要特別留意的 建議的話就是在3.5%以上 然後再來是5.1%以下 就是如果你的冷卻如果太快的話 你有可能吃不到彈弓 太慢的話也有可能吃不到 所以這一點是要特別注意的 接著你就要拚的就是拚攻擊 暴擊率還有傷害抵抗 這三個也要特別留意的部分 再來是雪洛鯊魚餅乾 雪洛鯊魚餅乾的冷卻建議的話就是在4%以上 4%以上之後呢 那個頂的話當然就是9.9%或10% 如果你是玩全攻擊的雪洛鯊魚的話 我們這一邊其他的話 你就是拚你的暴擊率 跟我們的攻擊力 這樣子的話才可以把傷害最大化 至於像其他之前的玩法有所謂的三攻惡爆也是可以的 三攻惡爆的話就是針對像我們的閃電砲斧跟鯊魚 這樣子的話我們是把上限拉低 但是你的傷害的平均值會拉高 就針對就是有暴擊率的部分 這樣子的話整體來說是比較平均一點 全攻擊的配法 就是我們整個全攻擊的玩法 主要就是買夢想的 這樣子我們的上限會非常高 但是沒有暴擊的話就是 因人而異 OK 好了在棉花餅乾的部分 棉花餅乾的面板 這邊打達他們提供的話是提供23.5 但是我自己的這個棉花我的冷卻時間是來到了24.5% 那一般小玩家們建議的話就是接近24% 那你在就是放招的位置那邊他也是可以接到的 其他的話就是撐高我們的攻速 那我這邊的話攻擊速度是來到了8% 然後在攻擊力是6%以上 各位玩家來看一下這個是稍微比較高配一點點 然後在杏仁果餅乾這邊也是完全攻擊的 杏仁果餅乾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的冷卻的話建議是要到6%以上的 冷卻的話其實你6到10%都OK 其他的話可以全部拚攻擊速度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可以增加他普攻的頻率 因為杏仁果的關鍵其實是在我們的那個連鎖 那所以連鎖的話你這邊冷卻是必須要拉高的 其他你就是撐攻速然後一直普攻這樣就OK了 那這個打法的話算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他其實步驟上面會比較簡易一點 跟過往的打法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影片上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就請各位要稍微適應一下 好那接著就來看一下我們相關的實戰影片吧 來吧 同意他是否 我要用途中 但是不是我能用途逃跑 就是我能把攻擊 把攻擊鎮到這裡 看到 Mi 把攻擊 要很乾主 看要女兒的女兒 美女兒會成功 我很少的研究 我只會被你逮捕 我只會被你逮捕 讓我追逐 -這就終於了! -你逮捕了嗎? -Mini乘著進去! 公會討拔戰相關的影片 就要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這一次感謝三位大佬 都吉偉 阿達達 浩月星辰 詳細的注意事項都在影片的時間軸 之後都有些新的想法會再做更新 我是夢蹦 下部影片見 掰掰